好,我现在就弄好了 我已经开始切割了 这个已经切割了一部分 我就演示一下 我到底是怎么样切割的 我已经切割了一部分 放入冰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这个就是基本上切割完毕了三块羽毛 现在看上去 你现在看上去 如果放在一起 你的粪都看不太出来 这个就是要最后打磨的时候 我才要进行一个更加细致的分类 可是现在基本上这个就切割好了 切割好了三块 其他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切割的方法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么我就不录了 到时候全部切割完之后 我再告诉你们下一步的东西 关于这个切割机 这个是我最主要的一个 木工的工具来的 我基本上所有的作品 90%以上是靠这部机器出来的 这部机器呢 你说贵吗也不贵 你说不贵吗也贵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由于性能不同 这个机器的价格不一样 这个是比较便宜的一部机器 这部机器大概是100块钱 贵的呢大概五六百块都有 到底是贵和便宜的有什么区别 以后呢我会特别做一个视频 跟大家介绍一下 各个这种这类机器的 你选择的时候 应该注意些哪些东西 或者说看你什么样需要吧 选择各类的不同的品种 不同的牌子 然后呢我会再介绍一下 那个所用的这个线锯 那个锯子 到底是应该买什么样的锯 比较合适你做的东西 然后呢再介绍一下 各种辅助的东西 使这部机器更加 使用起来更加方便一些吧 哪怕再贵的锯 五六百块 你都可能要加一点辅助的东西 这个没办法的 因为每个人的切割的习惯不同 每个人的所用的木材不同 或者说每个人所出来的 想要的效果不同 所以说一点附加的东西 这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没有所谓的 就是你买了一把锯子之后 这把锯子就什么改动都不用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这也没什么 一般这种很多东西呢 都价钱都非常便宜 价里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有都可以的 好吧 好 等我全部切割完了 我再回来 再给你们 告诉你们怎么做下一步的 好 切割 终于切割完毕了 现在呢 就是把那纸撕掉 看看看那个情况 到底怎么样 好不好 切割完之后呢 你也自己略为拼一下 你看一看 基本上缝隙什么 都弄得挺好的 所以说呢 刚开始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的缝隙比较大呢 有些缝隙比较大呢 这就是比练习的问题了 刚才我就说了 我背面有一张纸 你贴了一张纸在 那这种就很容易取消来 就这样子轻轻的 有些时候轻轻的一剥 就整条就这样剥下来了 就是木纹就显出来了 所以说 单单有纸和没纸 差别就很大了 反应就很大了 这就是 我要追求的一种 感觉吧 感觉 其实这个没有 你们多做了 以后多做了 自然而然然的 就明白这里面的一些 细微的一些诀窍 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大的 疏能生巧吧 疏能生巧 好 等我撕全部剥完之后 我们再回头看一看 这个图样怎么样的 来表现羽苗的形式 你看我这个木纹走向 就出来了 当然现在这个情况 还是非常单调的 因为全部都是木的颜色 而且我们有不同的颜色的木 就显得非常非常单调 虽然是有一点点的颜色变化 不明显 这并不是我要的效果 另外那种边 还是直楞楞的 直角边来的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 然后我们下一步要做的 是打磨 打磨的要求什么样的 第一 要把这个旁边 这些人角 给打磨掉 做圆了 做圆 有些地方我可能做的 这个就是看自己眼光了 要磨得更加光滑一点 或者磨得更加深一点 就像浮雕一样的 你如果刀切下去的话 有钱有钱 好 现在开始呢 就是我弄好了之后呢 我现在开始打磨了 为什么打磨呢 上次我已经说过了 最打磨的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把这些直角啊 变成圆角 这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子呢 就显得 东西呢 就显得更加有立即感 我一般用的工具呢 就是这个 其实呢 就是一种 一种Dramo来的 一种Dramo来的 你有Dramo 用Dramo也可以 全钱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个 我喜欢这个 这个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有好用吧 我觉得比较好用 而且没有Dramo这么贵 完全不需要买 这么昂贵的东西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打磨的阶段 打磨呢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说要使那个 旁边呢 那个边呢 不是 像现在这样子 那种直的 直边 要把它打圆了 可是呢 又不能打得一模一样 有些地方呢 要打得深一点 有些地方要打得浅一点 这个就要根据自己的构图 这个东西 一般我打磨的时候呢 我用两样工具 一个呢 就是这种Dramo 上面有沙皮的 我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 电动的 可以过去了 这个速度比较快 可是呢 这个动的呢 就不够精细 经常呢 会出现一些 不平的地方 可是呢 这个叫粗的打磨 这样粗的打磨 然后吸的打磨呢 有两种方法 一个呢 就是换一种头 换一个比较细腻的头 许个例子说 我有磨石 这种石头 它可以使那个表面 打得更加光滑一点 或者说呢 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手磨 用那个沙皮啊 自己慢慢的 按照自己的需要 去打磨 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 没办 没关系 只要看你 手上所有的那个工具 以及你的时间 以及你那个作品的 那个范围 范围 如果说你有那个Spindle 就是那种很大型的 那种磨的机器 也可以 就是那大的机器的时候呢 你要小心一些小的零件 举个例子说 这个眼睛我已经做好了 那这个眼睛我已经做好了 这种小地方 如果说你用那种大的机器的话 很容易把东西给飞走了 或者说 造成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磨损吧 这些你要小心的 所以呢 我就不一一告诉你们 怎样每一块怎么磨了 这个呢 你自己慢慢的去 体会 慢慢的去掌握一些规律 另外呢 而且根据自己手上的所有的工具啊 或者说你的物材的那个硬的程度啊 这个找自己喜欢的 或者说自己觉得合适的方法去磨 一般的情况下 这样子磨完就可以了 就磨完就可以了 等我全部把这些全磨好了 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那个我组出来的图是怎么样的 好 基本上到这里呢 基本上 我就磨好了 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呢 你们看上去呢 还并不是这么明显 可是呢 这个立体感呢 应该比刚才好了好多 因为这个地方 好多地方都磨过了 总的来说呢 还并不是我最满意的一个情况 因为呢 还没上色 上了色之后呢 还不同 今天呢 我最主要想告诉你们那些东西呢 就是说 像这块东西 它这里面有一条缝在 因为我故意切割出来的 使这个羽毛更加有层次感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这种情况下呢 另外为了使这个羽毛呢 更加清楚呢 我会用一个雕刀 这样子 过一过 使这个缝呢 更加明显一点 你不做也可以 可是呢 如果说 你想指自己的作品 更加 突出 或者说更加 立体感 这个呢 最好是做一做这个 如果你没有这种雕刀呢 你一般用这小刀去 略微挖一挖也行 问题都不大 我真的是这种 直角 直角的 一般的 家里 如果说做雕刻的人 一般都有这种东西 这个很 也不会 你如果说有一个 它有不同尺寸 如果说你在Amazon上买一套的话 我估计那种便宜的那种 手工的那种才十几块钱一套 如果说你要买那种专业的话 那当然就是没底了 任何东西都这样子 你买工具的时候 就这样子要考虑到自己 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你想要买什么样的 当然了 有些人的概念就是说 想一补到位 什么东西都要先买最好的 这也可以 这也可以 这个没有多大问题 这个好不好呢 为取比对于呢 就是这个 那个钢质 那个做的材料的质量的问题 像我这种一般的情况 就是一个小的东西的话 我不需要非常非常好的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去把它磨平了 如果有些人喜欢 把那个刀的痕迹留在里面 这也可以 这也可以 就是每个人的 这个每个人的那个 style不同的了 就每个人style不同 有些人喜欢 留下一些那个刀斧的痕迹 有些人呢 就是喜欢非常光滑 非常平整 这都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问题 就是每一个人到最后 自己觉得这个作品 应该达到一种什么程度 这是你们的 每个人的爱好了 现在我这样子 一放上去之后呢 基本上我的打磨 基本上是完成了 打磨没完成了 接下来是一步呢 待会我回来 待会一步呢 就是上色 因为我呢 做的方法呢 是用最最便宜的木头 这是同一种 木头做出来的 所以说呢 它没有颜色区别 所以你的立体感 简直不是这么明显 可是呢 当我一上上色的话 那个每个地方 那个颜色不同了 一有木纹的不同 第二呢 有这个颜色不同之后呢 它的立体感 就完全就显示出来了 做这种 这个东西呢 因为它需要呢 最主要的两个工序呢 第一个工序是切割 切割的最主要问题呢 就是这个缝隙啊 越小越好 切得越好 越好 第二个就是打磨 打磨是为了 转身立体感 你打磨的时候 要非常小心 有些什么地方该深 什么地方该浅 什么地方应该要 保持那个木纹的 原来的那种东西 都是要很要紧的 举个例子说吧 因为你打磨之后 本来我这里是直线的 是不是 你一打磨一圈的话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 圆拱状的那个纹路 使这个呢 感觉上面又有点不同了 感觉上面又完全 又有点不同了 当这些东西 拼在一起的时候 哪怕是同一块木头 举个例子说 这一两块是同一块木头 因为有这个圆弧形 这块木头来的 纹路应该是连续的 可是因为有这个弧形 你反而显得 就是说 这两个有不同的 这两个之间 有不同的 橙子子擦了 虽然是同一块木头 木纹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因为这个圆弧 显示出不同了 你如果问我是用多少号的 那个沙子的话 我一般的情况下呢 从开始的时候 从一百 一百开始的 一百的沙子开始 然后呢 慢慢慢慢的变成越来越细 到最后的那个沙子呢 应该是我达到是四百的沙子 四百的沙子呢 是那个最最最最最最光滑的 对木头来说是完全够的了 如果说是做其他的一些东西的话 你可能会要很高的 很高的 可是做木头的话 做到四百 差不多了 现在我这个手上 这个是一百二十的 一百二十的 待会我会用 二百二十四百的 四百的 然后再磨一次 基本上 我打磨的工程 就全部完成了 待会我回来 我就给你们做上色的不同